中法第41条 专门对 格式条款的 解释 做了一个要求 他说对格式条款的理解 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 应当做出 不利于提供条款一方的解释 第三 格式条款 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那么对41条 应该做怎样的理解呢 我认为 首先 应该按照通常理解来理解 如果这个格式条款 有一个明确的 通常的理解 那双方当时只能就以 这个通常的理解为准 那什么叫通常理解 怎么来确定通常理解呢 我们下面 重点说 我下面来说一说 关于非格式条款 和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该按照非格式条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非格式条款是双方当时人 经过协商的 将对方参与到了这个条款的 形成过程当中 反映了他的意思 那么 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 采用非格式条款 更符合双方当时人的真实意思 对于有两种以上的理解的 按照不利于提供条款一方的理解 那么这个这句话 有同学可能会问 什么叫不利的理解 为什么要采用 对提供条款一方不利的理解 因为我们知道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 可能有很多种 不止两种 三种四种五种 可能都存在 那比如下面的例子 为什么要在这里面 采用一种不利的理解来 为什么不采用 对相对方有利的理解来 我们想对相对方有利的理解呀 没办法控制他的边界 到相对相对方 最有利的吗 次有利的吗 这个可能不好抉择 那么对 提供一方不利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规定呢 它的好处在于 不利的这个理解 有可以限制 提供一方啊 他在提供条款的时候 追求一种不当的 不公平的一种利益 反正有多种理解 你要想来蒙混过关 搞混淆 单方面做出对你的一个解释 这种时候 对不起 有不利的理解 这样的话能够控制 提供条款一方 利用他的地位 利益膨胀 追求他的不当利益 另外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不利的理解 可能更为符合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在制定这个格式条款 一个时候的一个真实考虑 为什么 因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肯定会仔细的吧 可能有多种理解的 这些条款 进行一个推敲 那么 对他不利的那个理解 他肯定是要防范的 那么如果他已经采取了措施 进行了 在字句呀 这些文字的使用啊 上面做了一些推敲以后 还是能够读出不利的理解 说明啊 这个不利的理解 可能就是提供一方的一个真实的意思 所以做不利的理解 可能是符合提供条款一方的意思的 真实意思的 那么我们下面从两个真实案例当中 栽出来的一句话来看看 这种有两种以上的理解 做出对提供条款一方不利的理解 怎么来操作的 第一个 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啊 有这么一句话 从逾期之日起 每满一年按照被 被告按照已付 房款的1%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那么这个里面的 怎么来理解 每满一年 按照已付房款1% 支付违约金呢 这个每满一年是说的 必须满了一年 才支付违约金 也就是说每满一年 作为支付违约金的条件 每满一年 那才支付 没有满一年的 比如说不到一年就不用支付 满了一年不到两年的 就只支付一年 还是说每满一年支付 已付房款的1% 是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说一年按照1%来支付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来 每一天应该支付多少违约金 那这两种理解 是不是应该做出对 提供条款一方不利的理解呢 一省法院是这么做的 二省法院把它改了 其实我觉得呢 二省法院这个修改以后 实际上是考虑到了 这个违约金计算出来的总体数额 以及他的这种违约行为 以及这个违约金之间的 一个公平问题 那么实际上这就体现出来了 对合同条款经济理解当中 实际上还受到合同实质公平的一个考量 也就是说法官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第二则 就是以案以付价款的百分之零点零一向买受人支付 违约金 这一个表述 怎么能理解它 实际上啊 法官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支持了 经营者 就是这个销售房款的这个人 对他不利的一种理解 什么叫对他不利的一种理解呢 就是按照 每日 百分之零点一 支付违约金 因为你单纯看这句话 可能有 好几种 比如说 总共 只要你违约 总共只需要支付零点 百分之零点零一的违约金 每日支付百分之零点零一的违约金 每月支付百分之零点零一的违约金 每年支付百分之零点零一的违约金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是 法官选择的是不利他的解释 就是每日支付这个违约金 而且因为这个 他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零一 算出来 可能也更符合 双方当审的真实意思 也可能 比较的公平 这是对不利条款的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刚才说到的那个通常理解 怎么来进行通常理解呢 应该是 合同法第125条第一款 对合同条款的理解 有争议的 这个条款 你看他的合同条款 理解有争议的一个理解 实际上他就包括了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一般的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的方法 他涉及到了词句 合同的有关条款 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和城市行用原则 请大家注意 所谓词句的这个解释 实际上就是我们法律上经常叫的叫文艺解释 这个是派在第一位的 这几个是有顺序的 文艺解释还是无法确定的 就按照有关的条款 也就是说按照合同的上下文来确定如何来解释这个条款 那有可能上下文结合起来一下就明了了 如果仍然解决不了就按照定立这个合同的目的来解释 我们说合同的目的是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 决定了双方当事人对这个条款的一个意思和布局 那么按照目的来解释 这是排在第三位的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条款按照目的来解释 几种方式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那么这个时候还要进一步的可以按照交易习惯 这个交易习惯可能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 之前的一些交易的习惯 或者这个行业内的通常的一个交易习惯 如果交易习惯依然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就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 什么叫诚实信用原则呢 那么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双方利益的一个平衡 诚实无期真诚设身处地的这个考虑 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解释方法里面 它的这个排序里面排到最后 也就是说最后实在是找不到 而解释的依据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